274 中週刊 混合一體 H.T.C. 1Midusim 2015年7月8日名氣派A.090 091陳旭英本以為 H.T.C. 推出1M9加及E.9Dusim 上半年應該暫時到此為止,留待下半年再度出擊 殊不知上星期再推一款新機1Midusim 單漢名字就知是屬於1系列 特深入了E.系的影子,來個混合體,皺眼看 1Midusim與早前推出的1M9加簡直就是一個頂印 同樣使用5.2寸大的屏幕,也有Boom Sound喇叭,以及指紋辨識元件 另一方面,印機身採用塑膠設計 與1M9加有點類似,1Midusim也有其獨特之處 就是機面為一體化設計,而機背加入了特別塗層 可有效防止紋及一定污垢,令卡槽與MicroSD插位不需用工具針就可打開 方便不少,8核心加持1Midusim定位為中高階級別 硬件配置與1M9加可為一樣,採用64Bip架構的 MTKMT6795 2.2GHZ8核心處理器,並配備3GB RAM及32GB ROM 相機部分20MP後相機加Ultra Pixel前相機的配搭 但就沒有了主要景深鏡頭 而5.2寸Super LCD三屏幕同樣屬於2K解像度 畫面細緻度高,但整體的色彩表現未有以往的偏冷情況 當然,此機支援商4G商卡商代兼中港4G網絡 指紋部分1Midusim亦與1M9加一樣,屬於按壓式設計 便應準成度更高,手指比淺畫禁而1M9加運行Android 5.0.2系統及Sense 7界面 功能無需多講,反而指紋辨識功能加添了新意 於1Midusim上指紋辨識元件隨可解鎖及作響件用之外 更加入了支付寶指紋密碼功能 只需下載支付寶App就可透過指紋識別完成支付寶的認證進行付款 對於經常淘寶的用戶,極之方便 HTC-1Midusim spec制式LTE150兆比特每秒TDLTE 處理器MTKMT6795T2.2GHZ Octico作業系統Android 5.0.2屏幕5.22560乘以1440 Super LCD三相機20MP後至Ultra Pixel 前置記憶體3GB RAM32GB RAM儲存MicroSDXC 其他BT4.1802.11TEC MicroSBNFC體質150.99乘以71.99乘以9.75毫米 重量155G HTC-3077-5588美元4398PRS規格與M9家幾乎一樣 但定價更為便宜,指紋辨識兼備支付寶負款功能 Cons 20MP 相機不支援RAW拍攝 塑膠機身質感不及金屬機身 Conclusion 有1M9家在前,現在來一款規格差不多的1M9家 如何選擇?首先是1M9家擁有商卡功能 對於使用兩個號碼的用戶就十分方便 而此機數較機身質感不及1M9家,但就輕巧不少 加上指紋功能支援支付寶的認證進行付款 如果你經常淘寶,這部1M9家會相當合用 整理、陳毓英資料、電腦廣場設計、美術組 那麼ไม ي想破壞